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文君 今天台湾APP节目是出外景 来到了世界公民岛协会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我们常说年轻时候的旅行 是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 而世界公民岛呢 就挑选了129位青年 其中有10位呢 他们赞助了他们每个人10万块钱 而其他的呢 都有各个一张机票 到底世界公民岛协会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今天很荣幸的 就邀请到了世界公民岛协会的 董事长吕雪海先生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董事长您好 你好杨小姐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董事长 为什么我们会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协会呢 我们世界公民文化协会呢 他的宗旨呢 用三句话来表达非常清楚 20岁的人 我们鼓励他一个人单独旅行全世界 30岁的人要能够应征全世界的工作 40岁的人要能够掌握运用世界趋势 甚至要能够创造它 那我们今年呢 已经是第二届举办 129位世界旅行家选拔的活动 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鼓励这些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要开始走出温室 开始去学习承担这个国家这个时代 是 那么当初成立这个协会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这个协会的成立 困难到没有特别的多 因为一开始我们要捐129张机票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梦想是一个非常大的梦想 但我始终相信台湾有这样充沛的社会力 台湾的长一辈呢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 那么看到这个社会上面呢 有这么多负面的能量 不管是我们这个久已诟病的蓝绿的斗争也好 或者说我们的产业转型的迟缓也好 教育改革的这个低迷也好呢 那么这样多的负面能量 大家都渴望看到社会上面有正面的能量出现 那么很多人讲呢 这个世界公民岛这个办公室呢 因为有这么多年轻的旅行家 所以他可能是台湾呢 正面能量最强的地方之一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社会上面 一定有这样多的支持的力量 能够让这些年轻人呢 到129个国家去探索台湾的未来 使这样听下来 您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到底缺乏些什么呢 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最缺乏的东西呢 坦白讲是相信 相信 这个社会要敢相信年轻人 这个社会才会变成一个大社会 父母亲要敢相信你的小孩 敢放手让他飞 他才能够真正茁壮 飞得越远的小孩越孝顺 飞得越远的小孩越能够有成就 飞得越远的小孩呢 越能够顾家 这是我们最希望鼓励的一种精神 是 董事长这样听起来 你好像觉得说 可能台湾的父母 是不是对于青年朋友们太保护了呢 对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保护呢 不只是父母亲单一的保护 而是整个体制呢 在台湾年轻人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太习惯父母亲期望他们做什么 期望他念什么 期望他走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期望他这个 期望他那 那我们很少呢 去问我们的小孩 他想做什么 我们举例来讲呢 我们现在进行当中的12年的国教 其实这是华人世界呢 第一次有机会去探索 让我们的小孩去学会 探索知识的乐趣 那么但是这种乐趣呢 一定要先从小孩呢 他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去主动地学习 把被动的教育变成主动教育 才是12年国教的精神所在 并不是有更多的考试的办法 学费的增值啊 那还是在体制里面 所以说这些青年朋友们 您觉得他出了国之后 可以冲撞这个体制吗 或是他们出了国之后 会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倒并不是从冲撞去出发 去想的 是把原来在一个岛内 这种密封的这种气氛呢 打开来 不只是开一扇窗 而是开129扇窗 为什么是129个国家 因为在我们办活动当时呢 台湾签了129个免签证 或者落地签证的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呢 有先进的国家 也有比较落后的国家 但是不管是先进或者落后 对台湾需要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讲 那他们都是非常宝贵的窗户 是 那么这129位青年 选择了129个国家 是每个国家都是安排一位青年吗 完全没有重复到 没有 完全没有重复 因为我们就是鼓励 一个人单独旅行全世界 哇 那么这些青年 是怎么样来却评中选的呢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的年轻人呢 有3208人 那么每一个人要进入决选呢 他必须要写六国的旅行计划 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六个国家 去争取老师给的任务 和社会提供的机票 那么在这个决选当时呢 有516个年轻人进入台大体育馆的决选现场 那么他们呢 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换六次桌 那每一个桌上呢 在坐着一个 那个国家出任务 主题任务的老师 那么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回合会争选四个年轻人 会面谈四个年轻人 一整天呢 他面谈六个回合 24个年轻人 然后他选出 他最青睐的一个年轻人 那当他选出来的时候 这是从24个人当中 挑出来的一个年轻人 他跟这些年轻人的关系呢 也理所当然 就会有所不同 那他也会希望他的年轻人呢 继承他在当地国的人脉关系 希望他的任务能够成功 哦 这样听起来 那么这些老师 好像是在协会当中 是被称作为响导 对不对 世界响导 是 这些响导总共有几位呢 也是129位 也是129位 然后呢 那么这些响导是 真的就是跟这些国家 是非常有接触的吗 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深入接触的 比方说我们的法国的响导 他叫越以漫老师 是淡江欧洲研究所的老师 他是两岁就在法国生活 哇 那么比方我们的德国的向导 也就是这个活动的赞助企业之一 上瘾科技的蔡惠卿 蔡总经理 那么他的题目是 德国的中间企业 上瘾本身就是台湾非常好的 一个中间企业 那么他跟德国的中间企业呢 有几十年的交往的 或者合作的关系 他也把这个人脉提供出来 而且我们这一次挑选了129位青年 他们不是说就只是到那个国家去旅游 或者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是有任务的一个旅行 我们是怎么样子来挑选这些任务呢 这个任务呢 每一个国家的任务呢 都有当地国的世界向导 来出这个任务 那么我们是一一去拜访 这个透过很多的幕僚的作业呢 去了解熟悉挪威的台湾人的学者 或者企业家有哪一些 那么熟悉丹麦的 熟悉瑞典的 熟悉纽西兰的 那它最值得全世界去取法的经验 可能有哪一些 然后一个一个去搜罗这个任务的内容 但是搜寻任务 我们每年呢 从7月1号开始 过两天我们又开始收集第三届的任务了 到9月1号会确定 大概第一轮全部确定下来 那中间会有变动 一直要到10月中129个的任务全部确定 哦 是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届了 可是我们这一次 今年的第二届的朋友们 其实陆陆续续都在准备要出发当中 那么这已经到了第二届了 跟第一届的差别又是什么呢 第一届比较单纯 我们刚开始做 当时选了10个自助旅行的计划 没有任务 让年轻人自己提他的自助旅行的计划 那么也很好 不过到有任务了之后 老师的参与就更深入了 整个社会资源的凝聚呢 社会正向力量的凝聚呢 也更清楚了 我们在台大体育馆的现场 做评选的时候 几乎每一人都可以感觉到 现场的磁场非常的强 哦 是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磁场 就是每一个年轻人都非常在意 他能不能够得到一张机票 因为得到一张机票呢 不代表他能出国而已 而是他能够加入 这129个年轻人的社群 他成为挪威旅行家 他跟芬兰旅行家 跟瑞典旅行家 或者跟其他国家的旅行家 各有他的身份 他们每一个人中奖呢 得到这个任务跟机票之后呢 他还要维持这个国家的写 部落格写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几天巴西在抗议 那我们就看巴西的旅行家 发什么文 这个日本的安倍晋山上台 我们就看日本的旅行家 怎么解读安倍晋山 所以这是整个台湾年轻人的世界观教育 我前一阵子跟我们的发起人杨志良先生 共同去拜访宏基的创办人 施政荣施董事长 那么施董事长就提到了 说最应该赞助你这个活动的 就是学生的家长 因为他们是最直接的受益人 他们的小孩获得世界观 又加入了这么好的一个 最有世界观的精英社群 大概给我们三到五年的时间 我相信台湾最有世界观的一群年轻人 应该就是世界公民岛 这一群旅行家 是 董事长你这样听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问题说 现在台湾年轻人缺乏什么 这其实也是台湾社会缺乏 对不对 就是缺少国际观 那么您觉得这个活动 带动这些年轻人 有了国际观众 也可以改变台湾什么呢 它可以改变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对年轻人来讲 他必须要习惯主动的教育 他要去做一个旅行 这是他自己要做的 旅行的资源 他自己需要安排 我们只给他一张机票 你也可以说这个机票是一个诱饵 让他开始去准备旅行的计划 开始去习惯要走出去 所以里面很多的国家 其实生活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他必须要在这些国家 去找到他的生存之道 那么除了主动的教育之外 你教室的范围是全世界 不再只是台湾 不再只是家长呵护底下的那个温室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有了世界观 习惯做主动教育之后 对于整个台湾社会 他都会有很大的贡献 当我们走向世界了之后 这十几年的蓝绿斗争算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小岛上面 茶壶里面的风暴 对不对 但是这个茶壶的风暴越演越烈 我们这一辈做父母亲的 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不如我们的父母 他们受教育可能不如我们多 但他们给我们的教育 其实可能比我们给我们小孩的教育 要好得多 他们相信 他们开阔 而我们培养出来的小孩习惯安逸 浅薄 现在每天不要说看书 但是看报纸的年轻人 其实都非常有限 是 没错 那么所以台湾的年轻人 他可以带动的改变 是让这个社会开始再重新 有一些厚度出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而这些青年 他们也不是白白的就到那个国家 因为刚刚看到的资料 他们最短至少要到那个国家 待三个礼拜 而最长是长达半年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当中 这些青年们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回国之后 他们又必须要呈现一些什么东西 才算是完整的一个交代 对 他们每一位的旅行都是有任务 这个任务既然有任务 就有任务的成功或者失败 那么这个任务的成败呢 标准是由他的向导定的 那他去之前呢 除了书面的旅行计划之外 我们鼓励他呢 就尽可能先预先做安排 当地的住宿啊 拜访的人啊 这个你还没有出国 你就可以开始先习惯安排 是 那回来之后呢 每一个人要做两场演讲 一场回他自己的母校 另外一场呢 我们会开放给社会 看这个社会上面有哪一些企业 或者有哪一些社团 希望听这个国家的旅行家 去做演讲 是 这是他们的任务 那么最后呢 他还要通过出任务给他的向导 这最后的面谈 是 因为刚刚还听说 他们为了这个要出去出任务 还请摄影师教他们拍影片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 因为这个 其实不只是摄影师 教他们怎么样采集镜头 会让他们的故事呢 生动 让他们的任务呢 表现出来呢 有章法 那么其实还要教他们做笔记 因为如果你不会做笔记的话 其实就记下来的东西呢 最后都变成这个杂技了 那么没有办法呢 呈现出你这个任务的层次感跟深度 是 所以说包括说他们的这整个部落格 是长达一年的时间 而这一年当中 他们会针对这个国家 然后撰写很多的 可能像新闻时事的评论 或者是他可能正在准备的东西 另外他们还要上传照片 然后还有影片等等的 然后来丰富他们的一个部落格 那么我也在想说 那么董事长 您现在看了这么多的一个个案 有没有让你眼睛为之余亮的个案呢 太多了 因为129个国家真是非常的多 我就讲几个已经回来的旅行家好了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出去的旅行家 是2月就出去的 一位台大医学系六年级的同学 叫陈宏润 是 那么他到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是一个生态指导 他医学系已经六年级了 马上要当医生了 那么这是他最后对生物学爱好的 最后一趟的巡礼 在心情上面是这样 他说他会念台大医学系呢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 这个这个 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一个医生 当初他会走上这条路 只是因为他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是一个热爱生物学的小男孩 是 那么他在大自然里面 永远可以发现很多 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 他永远觉得最自在 因此呢 他这个生物的成绩一直非常的好 他也代表台湾去参加 奥林匹亚的生物学的竞赛 那因为竞赛得了金牌 所以他很自然就保送台大医学系 他是因为很优秀而念了医学系 并不是说他立志要当医生而念了医学系 那他现在马上要当医生了 要开始实习了 那么他就很想跑一趟全世界最著名的生态之导 马达加斯加 去做生物学最后的巡礼 那他这个行程当中呢 他必须先自己注射疟疾的药 离开了之后还要继续吃一个月疟疾的药 中间有14天的时间呢 他要穿过这个岛屿的中心 跟我们失去联络 哇 你能够相信这是一个台湾的小孩吗 我在讲一个清华大学工程系毕业的 他现在这个系 从前叫做核子工程系 现在叫什么系 改了名字我们反而忘掉了 他的名字叫王展凡 他到约旦 他的题目是以阿千年冲突 去之前我们就提醒他说橙色警戒 那是一个战争的地方 橙色警戒是不建议观光客前往 是 那么因为前一阵子才刚刚有冲突 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要不要缓一下 他就说老师 我是研究以阿千年冲突了 现在冲突来了 我不是应该要提早出发吗 我怎么能缓一下呢 我真的是很有使命感 那么这个年轻人也非常有趣 他拍回来的照片里头 你常看到有一些笑嘻嘻的小孩 在楼梯上面趴着对着镜头笑 可是这群小孩呢 刚刚才拿石头K完以色列的坦克车 他们这些小孩呢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抛石神迹 从小都要习惯 那以色列士兵也真的会把手枪掏出来 把枪端起来的 是 所以他们都要充满了生存的这个能力 那么他跑了这个约旦 以及埃及 以色列这几个国家下来呢 所得到的这个经验呢 也是让我们发现到说 那一个神秘之地呢 其实他对人的友善 很难让你想象说 那居然是一个占地 你如果英文如果讲得很好的话 他就把你当着敌人 你的英文如果讲得破破烂烂 他就把你当朋友 他是用破烂烂烂的英文去做沟通的 那么拍回来照片 美不振手 我们考虑帮其中拍得最好的 24个旅行家呢 办年度的摄影展览 是 都很精彩 对 真的很难想象说 我们当初好像是要求他们 去做一个任务的旅行 可是青年朋友们回馈给您的 好像比你想象中的更多是吗 那个多的太多了 这个事情我们所有的发起人 所有的向导都觉得做对了 也需要社会更多的参与 你各种形式的参与 我们最需要就是你捐一张机票 给台湾的年轻人 那你也可以来当义工 我们活动的现场 我们今年要开放 就是接受施政龙先生的建议 开放给家长来当义工 家长也可以来 你来看看别人的小孩 是 因为刚刚讲了这么多青年朋友们的撞游 我也在想说 董事长 您是不是也有一些撞游的经验 可以跟我们听众们来分享一下 相对来讲 比起我们这些年轻的旅行家 那我们稀薄的太多了 说得上撞游 也是台湾上撞游的一个经验 就是三十几岁 你看都已经三十几岁 因为我在三十一岁以前 台湾戒严 我们都没有办法很自由地出国观光 所以到了三十一二岁 一有机会的时候 就开始往外面跑 那么第一趟是到 因为年轻的时候喜欢念禅宗 所以跑了一趟日本韩国 因为中国大陆从文革时期 这个北魏以来的禅室都破坏殆尽 那么保留得比较完整的 反而是日本韩国 所以我循着这个历史的足迹 大概走了十四天的时间 去考察历朝历代 这个残门的遗归 这也是您年轻的时候 所吸收到的养分 那么我们最后 是不是请董事长来讲一下说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办第三届了 现在这些青年们 如果说想要来加入的话 他们应该要做哪一些准备 我们从九月开始 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时间 就在我们这个内湖的办公室 帮年轻的旅行家 开课教你怎么写旅行计划 怎么上国外的网站去做研究 那么开始的时候是老师教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已经有经验的旅行家 学长 学姐们其实都可以教了 那么他们只要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报名 我们网站很好记 就是W Island 合起来念叫Wiseland 应该是蛮好记 大家只要在上面报名 我们的工作同仁 就会安排各个不同场次的旅行计划 写作说明会 让你来参加 那你心理上面要有准备 就是你从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 你的资讯摄取的范围 跟你的交友的范围 就是全世界 而不只是台湾 是 好 那么台湾APP节目 一直都是非常关注国际上面的消息 而之后我们也将会在每一个礼拜 然后邀请一位 已经出发到了他们当地 而且进行了有任务的旅行的青年朋友们 每个礼拜都会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以及观众朋友们 来分享他们的心得 今天非常谢谢吕董事长 来接受台湾APP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董事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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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